后面是取得那只上海市 谢霆锋模仿秀的第一名 第一名啊 对 因为爱所以爱 温柔经不起安排 愉快那么快 不要等到互相上海 大家好我是双旧库 今天来拜访一下我们上海知名的网红 普陀谢霆锋啊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和我和酷酷在一起 那个上海普陀谢霆锋啊 你也是在网络上很知名啊 对吧 谢谢谢谢秋谷夸奖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谢霆锋的 谢霆锋的话是 他是1999年的时候 跟2002年是最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看谢霆锋 我就已经喜欢上他的 他的唱歌 他的腔调 他的吉他 他的演示方面都是后面越来越出水了 所以后面才成为了顶流巨星嘛 所以我就是最早也是人家说 我跟他长了有点像嘛 然后的话也会唱歌方面 都是跟他比较相像一点 还有说话腔调方面 所以说我是后面的 200几年的时候也是20多岁就开始了 模仿他了 对对对 那你今天这个造型也是谢霆锋的造型吗 看一下侧面好吧 嗯 今天是扎了个辫子戴个帽子 对也是他这个经常的出去旅游方面 也是访谈方面这个造型 你平时就是说长头发也有的 长头发也有 现在就是跟谢霆锋这个长头发是一样的 你放下来就跟他现在的发型是一样的 对对对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以前也参加过谢霆锋的模仿秀 在20多岁的时候也是在上海的一个 上面的一个选秀节目里面 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早嘛 后面是取得了这是上海市的 谢霆锋模仿秀的第一名 第一名啊 对 当时有多少人参赛 最早也有 大概几百个人也有的吧 那我就模仿一段谢霆锋的 因为爱所以爱 好的好的好的 只是为了你个笑容 爱就存在 那些想太多的人 有深执念都不会明白 因为爱所以爱 温柔经不起安排 愉快那么快 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谢谢 别说真的是模仿的超级相爱 这个谢谢 谢谢 不能说百分之百 知道99.8%是没问题的 对吧 无论是从声音还有这个腔调啊 我说说我模仿了他很多年了 你别说你唱功也还可以 对我是专业的 我专业的 在音乐学院是训练过的 怪不得怪不得啊 现在也是天天训练的嘛 哦还在训练 对啊这个声乐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是说你练过之后你就不练了 哦那生锈的这个 对啊也是要每天就像运动一样的 哦每天练练歌开开嗓对吧 对啊开开嗓 你今年是多少岁了 我今年的话你是41岁左右 哦跟谢霆锋差不多大 没他比我大 大只岁对 你身高多少 看着还挺高的 我的身高是 你能站起来看看吗 我 哎呦你这个身高 我身高是1米86 哦你这个身高还是比 听风要高不少的 对他是1米76到1米80 他有时候高跟鞋 谢霆锋的话也是比较高的 你那个霆锋变形了 这个衣服的拉机 哦好的好的 那么普陀霆锋啊 你还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的 或者当评委的 你说 是2023年的1月2号 是由那个我的兄弟 上海影视指团的CEO戴超东 总制片出品的一部盗论罪 我在里面也是之前选角 选导副导演 选角色的 对对对 还有我就是参加过世界第一选美大赛的 环球小姐 我也是特约网红嘉宾嘛 后面因为我代言过的品牌也是比较多 所以一一的我又不介绍的 啊